生活中有哪些残忍的真相 一 郎平当年在土耳其执教 年薪三千万人民币 看着中国排球从辉煌转向低过 热爱祖国 热爱排球的郎平 想要放弃高薪回到中国执教 中国排协开出的价码是200万RMB 相当于郎平在国外执教的十五分之一 呵呵 回来执教是为国争光 你还好意思好钱 郎平无奈至极 但拯救中国排球的心 让他不得不做出妥协 郎平最后出价一千万RMB 如果不行那就没办法了 因为他已经做了恒大的牺牲了 排协并没有妥协 最后恒大自掏药包拿了800万给郎平 才有了中国排球新的春天 二 姚明当年要去NBA发展 蓝鞋表示要去可以 但是要上交工资的50%给蓝鞋 给出的理由是姚明是蓝鞋培养的人才 这钱要上交来支持中国体育事业 姚明最终答应了 蓝鞋放行了 而另一个更早些的蓝球名将没答应 所以失去国家队资格还被封伤 想必大家应该都知道是谁 没错 就是王志志 蓝鞋答应了姚明去NBA发展 可蓝鞋又要求NBA在中国建一座体育馆 老外的钱哪能那么好拿 就这样一直僵着 最后还是姚明 说要是不给他去NBA发展 他这辈子不打球了 蓝鞋制裁不得不妥协 蓝鞋在NBA八年赚了9304万美元 蓝鞋具体拿了多少 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了 三 最后说说足鞋 足鞋根本不想用中国本土教练 用的话也是低薪聘用 前国足教练李廷拿到了足鞋本土教练的最高工资 年薪八百万人民币 是不是感觉很多 再看一下前国家队主帅李批执教时 年薪高达2100万英镑 换算成人民币是多少呢 杨教练年薪过亿都没问题 自己人年薪最多就几百万 而年薪过亿的杨教练都带不起中国足球 气得辞职不干了 过亿的年薪也不要了 直接走人 这是什么原因 四 中芯国际首席技术官梁梦松 仅仅用了三年时间就带领团队接连攻克28纳米 7纳米等技术难关 结果就在2020年这个关键结底 上面的某个大佬 为了将芯片科研成果占为己有 直接把梁梦松的死对头 蒋山一空降到管理层 以此牵制梁梦松 只要换作是古代 梁梦松估计也只能捏着鼻子认了 可现在梁梦松可以跑啊 他之前是台积电的技术总管 是三星芯片的首席技术官 他可以去英特尔 可以去英伟达 还可以去二毛 于是他直接一封辞职信发到网上 引起渲染大波 估计整他的人也没想到 这人居然这么值 一个足以改变中国芯片格局的天才 就这样被某些人利用 玩弄于权谋之间 梁梦松尚且出名 可以靠舆论支撑 那么我们还有许多默默无闻的技术人员 他们遇到这种事情该怎么办呢 会不会含了心 会不会想润出去 梁梦松在辞职信这样写道 我来到大陆 本来就不是为了高官厚禄 只是单纯的想为大陆的高端集成电路 尽一份心理 一个在国外拿着技艺年薪的技术大拿 在国内才拿几百万年薪 还要被证证 换作是谁 都要含心吧 哦 还记得张小平啊 因为他离职这时 连人民日报都看不下去 再给大家讲一个真实 就是2018年的张小平事件 张小平在我国航天601所 只是一个普通的研究员 属于所里的底层员工 年薪十二万一年 后来觉得工资低 就想辞职 领导是想也没想就劈了 也没有任何挽留 于是小平就跳槽去了民企 年薪那是百万起步 但这件事情可没有完 601所发现小平走后 是处处都出问题 简直是无法推进工作 于是这601所 就厚着脸皮发了个功能 让小平回来 这功能里提到 小平是我国登月工程的灵魂人物 掌握了我国极其重要的核心技术 是的你没有听错 就这么一个重要的技术 如此牛X的人物 在601所里面 却只是一个底层员工 可能解决我国登月工程的大神 拿到了工资 可能还没有一个办公室的小白领高 2018年小平离开之后 2020年3月16号 我国的长征7号 发射任务失败 4月19号长征3号 卫星发射再次失败 短短一个月的时间 中国火箭发射接连出现两次发射失误 这是非常罕见的 而这两次火箭发射的发动机 正是航天601所设计的 是不是很讽刺 所以我们不得不问一问 底层都在干活干实事 而且掌握了核心技术 那底层员工上面的人 理应技术更厉害 毕竟科研肯定是要以结果论排名的样 但事实却恰恰相反 我们的科研被很多其他的东西绑架了 6.朗朗去北京时候 因为给老师没送礼 被老师赶走了 去央阴 选了五个孩子去德国 朗朗没选上 后来朗朗自飞去比赛得了冠军 最后留在国外了 你戏片 朗朗在北京拜的第一个老师 是朱雅芬推荐的央阴教授 那人不喜欢朗朗 勉强收下后 整整骂了朗朗半年 每天都说 你弹得太差了 简直可怕 你没有天分 而且一点都不努力 最后对着朗国人说 你们东北人 就是土豆脑袋 懂什么钢琴 回你沈阳去 别弹钱了 朗朗和朗国人都不明白为什么 朗国人的做法 是让朗朗更加努力练习 加倍去讨好老师 而朗朗一个错都不敢 每天死命练习 为了让老师满意 直到最后 他觉得自己弹得根本没有问题 结果还是老师的一顿责骂 这老师打击了朗朗半年多 终于把朗朗扫地出门了 朗国人打回电话问朱雅芬 朱雅芬很吃惊 说他不会看不出朗朗的才华 他以前不是这种人了 直到后来 朗国人和朗朗才知道 他们的问题是没给老师红包 那时候央阴老师手下 能考上央阴的学生 是有名额限制的 你有钱有才华最好 考上央阴 你们开心 我也有钱拿 有钱没才华也行 反正学费充足 没钱没才华呢 就随便交交 到时候不占有名额 最讨厌的是 朗朗这种有才华没钱的 去考试 肯定能考上 占用老师名额 还不给钱 这老师巴不得朗朗放弃 直接走掉 可是朗朗听了半年 责骂都没放弃 最后这老师忍不住了 只能直接名说 把朗朗扫地出门了